肖战现在极热已经登上了许多国家的热门趋势 肖战的大屏幕布置在四大洲,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评 杨子范城城199爱剧组片场跳舞花絮曝光 两人穿校服与同学随着音乐律动,超级青春活力 肖战亮相迅速登上了多国趋势高位,并获网友一致好评 2月22日肖战在凌晨2点左右现身机场,前往米兰参加时装周 而由于目前首都机场的国际航班不能走VIP通道 肖战才故意选在深夜出行,但哪怕是这样依旧挤满了媒体和待拍 遭遇拥挤的肖战,不仅耐心地规劝引导维持秩序 还一直非常有礼貌地说谢谢,而也正是他那刻在骨子里的素养展现 让他获得了无数网友们的好评,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网友们的评价吧 第一位网友留言道,感觉小肖真的是个好善良的人 别人拍他私人护照信息的时候,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拦住别人的手机 而是挡住自己的信息,这种下意识的行为说明他就不是个攻击性很强的人 这种人肯定不会主动伤害别人,我是个特别注重细节的人 这点很触动我,说实话 第二位网友留言则是赞叹道,作为大明星出行选择凌晨两三点的航班 实属无奈之举 但是最重要的,是我看到了他一贯的情绪稳定 面对眼前事情当下第一时间站出来解决问题的果断和态度 发声语句清晰,人群中威严而明朗,不卑不亢,坚决却礼貌的用词,严肃里温柔又强势,这样勇敢又强大,这样温柔的掌控 第三位网友在看过肖站在机场的视频后,则是留言表示粉丝站得离他好远的,没人上去挤他,挤他的世代拍和媒体,但即使被挤得寸步难行,他也没发脾气,这点真的很戳我 真顶流和平顶山顶流的差距一下就显现出来了,人家红是有原因的 另外还有不少网友在看到肖站机场礼貌的言行后,也是纷纷留言道,自己对肖站的好感度直接飙升了 一亮相就让无数网友对他的好感度飙升,不得不说,这也再次认证了一点,那就是优秀的人一定会被更多人们所喜爱 当然,肖站的这次出行除了让无数网友对他的好感度飙升外,他还登上了国内的热搜,甚至在海外登上了多国的趋势高位,其中登上了泰国趋势第一名,以及意大利、匈牙利、智利、加拿大、印度、印尼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越南等地区的趋势高位等等 不得不说,肖站一亮相就登上如此多国家的趋势,也是让我们看到了,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他是有多么的关注,多么喜爱了 最后,从肖站收获无数网友好评,再到他登上多国趋势高位,其实都认证了一点 那就是肖站这位礼貌又有涵养的偶像,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,他的魅力绝对不单单是体现在他的才华,他的颜值上,也体现在了他的素养与人品上 所以,从此次肖站的亮相中,也是又一次说明,他真的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喜爱的偶像 肖站 肖站时装周应援登上热搜榜 四大洲军安排肖站大屏,排面十足 近日,网上出现了一个关于肖站时装周应援的热搜话题,没想到肖站本人还没有去,已经有四大洲的朋友们为肖站安排了大屏,不得不佩服肖站的排面,简直不要太厉害 值得一提的是,肖站的海外影响力无庸置疑,经常性破圈跨界闯世界,优秀的肖站人人都喜欢 据悉,在肖站接受Googee和Torbs两家代言品牌邀请出席海外时装周的同时,海外四大洲都为肖站安排了应援大屏,这件事情已经登上了热搜榜,引来无数多网友为观点赞 肖站彻底走出去了,已经可以成为优秀文化的传播者,令人敬佩 另外肖站在海外的影响力,本身就非常大,肖站在国内外的排面非常大,这可不是空穴来风,更不是靠嘴说,而是真正的实力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纷纷为肖站点赞送祝福,一定会顺顺利利,已经越来越期待肖站的精彩表现了 对于肖站来说,肖站不仅仅是实力派演员和歌手,更是一位业内公认的正能量偶像 这样的肖站,不要多想就知道肖站的事业发展只会非常顺利 总之恭喜肖站,肖站值得拥有这一切,不要眼红,更不要极度和恨 肖站所取得的荣誉和成绩,都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,没有人脉,没有背景的肖站 成功的道路只有一条,努力奋斗,坚持不放弃 肖站未来可期,期待肖站接下来的精彩表现 肖站非常棒,值得拥有,也值得喜欢 对于肖站的指数学位,每个人都在内容 中心中心的指数,肖站未来可期 方旋 通过对于肖站的肖站,顺利的肖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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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